这个公民资格的人来投票 另外 新进党员行使选举权的年限 也从原本的一年 拉长为两年 不过地方党部也忧心 这可能会冲击到 具有基层实略人士 为民进党 披上战袍的语言 在苏丹昌一声令下 民进党启动防堵黑道入党机制 所要任务就是根除人头党员 民进党内成其迈 郑立军等终身带立委 就联名研议要提出 未来党内的公职初选 要开放以公办案初选的方式 来产生 公办初选是最好的制度 政党政治要跟其他建议的话 应该是由国家订定制度 然后立法 用公办初选的方式 来选出各政党的公司和候选 事实上公办初选比较能够打破派系 为了根除目前人头党员的弊病 党内各限其招 而所谓陈希迈等人 提出的公办初选 就是政府主办 只要合格公民在初选前半年 或者是一年登记之后 在初选日当天就可以投票 这个制度目前仅仅在美国采用 是否能够有效杜绝人头党员 蔡英文表示 还得衡量当前台湾的政治环境 这个需要国家立法的配合 也需要其他政党 有一定程度能够达成共识 这个方案 在取得其他政党的共识上面 是一个最大的障碍所在 我们要特别注意到 就是我们选民的这个结构的问题 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政治的环境 是不是会使得这个制度 在实行的时候受到冲击 对公办初选制度 党内各方还需要取得共识 但对于日前党中央通过 针对新进党员 包括选举权 或者是被选举权等权力的年限 要有一年拉长为两年 地方党部纷纷表示 可能能冲击一具基层实力的 无党籍人士 为民进党劈力战跑的意愿 尤其地长的部分 那如果这样的话 会不会限述了这些 未来有可能代表民进党参选 可是是因为入党时间太短 找到成了一株之汗 那这个也可能是应该 可以去思考的面向 他只是取得一个初选的资格而已 那最终还是要接受民意的一个检验 所以不必太过严苛的一个限制 民进党其实可以更包容 地方党部纷纷发难 不只是冲动着苏貞昌来 放眼民进党内对公职初选 抛弃党员突破的呼声越来越高 偏偏目前全民调制 就是在前主席蔡英文任务内推升 苏赛几条例的信息码 势必在接下来党内初选制度的改革上 出现一番拉扯 记得周建卫省陪志 台北报道